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工作 他的能力 哇 他力大无穷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另外一面 是别人可能看不太见的 是他里面的阴暗 是他里面的软弱 其实我们常常看别人看到都是外面的 外面的成绩 外面的能力 外面的果效 但是耶和华神见察人心 神知道我们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软弱 也许别人都看不见 但是神知道 而另外一方面 我也知道 圣经里面这样讲 参孙到了加萨 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 就与她亲近 其实参孙一路走来 在她的两性关系上都是有问题的 很明显一路走来 这个显然不会是她的第一个所面对的妓女 大力拉也不是她的第一个一个很混乱的性关系 一路走来 这些东西都在她的生命当中 可是你知道 罪 特别是情欲的罪 它有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反应 那就是 它会成为你的生活方式 我知道我不应该上色情网站 但是晚上到了十点 到了十一点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很自然就说 好像那就变成你的生活方式 你也知道那个不好 可是它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所谓的习以为常是什么 就是我习惯与一个我明明知道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和平共存 就这样嘛 久而久之之后呢 我好像变成很分裂的两个人 一方面 我在服侍 在侍奉 在外面 看起来是一个很棒 很有能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很脆弱到 我甚至不打算改变 就这样吧 这就是我的人生 白天是一个人 晚上是另外一个人 我和你分享这些 因为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些东西是这样挟制我们的 可是谢谢主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 说 哎哟 你们要求那么多做不到 上帝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 让我们被定罪 说我做不到 那些标准只是让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我没有办法 就像参孙一样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无能为力 可是我可以到神面前来 我可以经验上帝是我的大能大力 在我不能 在我的神 凡事都能 你也习惯于让你的白天和黑夜 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吗 你也习惯让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 它始终就在那里 你好像已经默认 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了吗 如果你明明知道 那是神不喜悦的 来到神的面前 不只经验 在我不能 我奉足的名祝福你 你要经验 在神 凡事都能 生命当中自家 我奉足的游戏 我奉足的舍 你会到神的方式了吗 我奉足的舍 你会到神的方式了吗 你会到神的方式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